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張商品 我們看一下車型師近戰車系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傳動蓋的一個部分 傳動蓋我們看到這個是COSO的傳動蓋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三代近戰裝 它的傳動蓋是沿用舊的造型 COSO的舊造型的傳動蓋 新造型這邊會有鋁合金的一個部分 舊的也有人會很喜歡舊的 因為它看起來比較的素牙 新的話當然它視覺張力還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會有一點鋁合金做一個點綴 會比較有層次的感覺 但是其實都有人喜歡 我們今天為各位介紹的不是在傳動蓋部分 而是在傳動蓋的一個手工包覆的碳纖維部分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COSO的一個傳動蓋 然後包覆這個鍛造碳纖維的一個部分 這個碳纖維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有看到就是它不是說像傳統 我們以這個做比較好了 它不是像傳統以碳纖維物正常的一個編排的一個狀況 而是使用最新的一個技術 這種這個鍛造碳纖維的一個壓花的部分來製作 它跟一般的編織的方式 還是會有很大的上差異 這樣 因為編織部分還是會編織成布 然後再貼上去做手工的一個後製的一個加工 那鍛造碳纖維呢 它會用極高壓的方式下去做成一塊布 然後呢當然這個還是用整個貼 整個用手工整個包覆上去的 整個包覆上去的非常好看 然後這個是非常特殊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不限定說我是否舊款的傳動蓋 還是新款的傳動蓋 還是這個車型的部分 其實都沒有做很大的一個限定 最重要是再說 像COSO這組傳動蓋也有出雷霆車系的 那當然有出三陽車系的 那當然各位所看到近戰車系的舊款 或是近戰車系的新款 其實甚至你是原廠的傳動蓋 都可以做手工包覆的二次加工的一個製造 這個部分都沒有問題 那但是呢 就看個人所喜愛什麼樣子的一個造型 那我們把視線把它放近一點 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傳動蓋的一個紋理的一個花紋部分 跟之前我們看到這個格子狀的這個 攤纖維市上還是有非常大的差異在 非常大的差異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傳動蓋的部分 其實剩下空裏啊 或像其他的布品件的部分呢 其實譬如說前土廚啊 後土廚啊這些 其實都可以做手工的一個 鍛造碳纖維的一個製作 都沒有問題 那喜歡朋友可以參考香港 或者賣個張戶接輕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